大家好,我是李医师 说起补老的食物 很多人都会想到核桃 核桃中的确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 它对赶上大脑机能有很大的作用 但是呢,它的油脂含量比较高 每天食用量最好不要超过10克 那今天李医师给大家介绍一种 被誉为补老豆的豆子 滋养大脑的功效不比核桃差 油脂含量呢,还特别低 这种豆就是蚕豆 蚕豆中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仅次于大豆 可达到呢,每100克,8.8克 它呢,还是良好的液酸补充剂 B组维生素,钙,鲜,磷子 还有胆碱等营养含量呢,也很丰富 而这些物质都有助于滋养脑部细胞 神经,延缓大脑的衰老 在中医里呢,认为蚕豆有健脾义气的功效 主要能够补皮胃脂器 帮助改善食欲 但是呢,蚕豆虽好 吃的时候也有经济 第一,初次吃蚕豆要格外的小心 第一次吃蚕豆的人 需要随时观察使用后的反应 特别是妈妈 第一次给小朋友吃蚕豆后 一定要留意 如果出现高烧不退 脸色仓缓 尿液呢,成酱油色等症状 必须及时的就诊 因为这可能提示患有蚕豆病 蚕豆病呢,是一种遗传疾病 患有这个病的人呢 吃了蚕豆和蚕豆制品 甚至结束蚕豆发粉后呢 都有可能诱发急性溶血性贫血 严重者还有生命危险 第二,煮食再吃,别生吃 蚕豆中含有丰富的炒菜减肝 它进入人体后呢 可能会导致中毒情况 而高温喷调呢 能够帮助分解这种物质 降低危害 吃起来更放心 所以蚕豆一定要煮熟了再吃 第三,适当减少其他主食的使用量 蚕豆的淀粉含量可不低 从热量上来看呢 每100克热蚕蚕蚕豆的热量 和米饭不相相下 所以蚕豆完全可以当做主食来使用 保护感很强 如果平常当做菜或者零食吃 那米饭一定要记得少吃几口 以免热量超标 今天李医师呢 给大家分享一道 青草葱鲜 将葱笋切断 和蚕豆分别焯水备用 鸡腿肉加盐 生粉 水 腌制片刻 接着起油锅 下鸡腿肉 炒制呢 鸡肉变色后 放入葱姜末 雪菜 葱笋 蚕豆 最后调入适当的盐 炭 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 大家了解这菜了 一定要给家人做一次试试 好了 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李医师点赞分享 并点亮小铃铛 感谢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